大家好 我是周琪墨 我拿到大王的那天 建国就叮嘱我 说墨哥 你知道拿了大王以后 什么最可怕吗 最可怕的就是从此以后 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围着你 跟你说 哎呦 你最牛 你最厉害 不管什么样的人 这样下去都废了 我当时想 哇 是挺可怕 只有两三个人吗 这哪是大王该有的样子 节目播出到现在呢 我的感受就是 不是说好了有两三个人吗 人呢 看来建国对于大王的生活并不了解 拿了大王之后呢 其他演员总是想知道 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连王勉都很想知道 今年大王的日子过得有没有他好 真是 有一次他给我发微信 说怎么样 最近活多不 我故意隔了四个小时 再回他 我说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 什么事 第三天王勉回我 才看到没事了 生活确实有一些变化 商务比以前多了 但我发现那些客户找我呢 并不是想要我这个人 就是想要那句 listen to babe 客户给的文案 基本都是一个路子 不知道买什么车 listen to babe 双十一年优惠多 listen to babe 永远都是 listen to babe listen to babe listen to listen to d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listen to bby listen to listen to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listen to bby listen to bby 对不起 我已经疯了 不过后来 我也想明白了 拿人钱财 替人 bby 今年的疫情啊 对大家的生活 应该都影响挺大的 我过年都没有 回东北老家 而是自己一个人 在北京过的年 就这段生活 让我意识到 我是多么缺乏 生活技能 我尝试着 给自己做饭 想炒个土豆丝 但我没有用擦丝器 因为他们都说 那个擦出来的土豆丝 没有灵魂 我就用手切 结果切完以后 发现 我的天 这灵魂也太粗了 这跟看宝店的薯条 是一样的 炒完以后呢 鲜血来潮 还颠了个锅 结果那天晚上 真吃的汉堡 想炒个鸡蛋吧 打鸡蛋的时候呢 还一不小心 把一小片蛋壳 掉到了蛋液里 我就伸一根手指头 进去捞 结果发现 那个蛋壳 仿佛突然有了 它自己的生命 躲着我的手指头 在游走 一圈一圈的 等最后把它捞出来 鸡蛋都已经打好了 后来我想 不行 大过年的 我一定得吃好喝好 于是我就去超市 买了饺子 还有金点有机奶 因为那就是我 向往的有机生活呀 你过年不就得 有机有牙有鱼吗 这才叫过年 我大年三十晚上 就是一边吃着饺子 一边喝着 金点有机奶过的 为啥今年拿了大王 因为饺子就奶 越喝越转 今年疫情呢 也让演出更麻烦了 年后我出去巡演 经常到一个地方之前 就要我做核酸 我做核酸呢 不怕捅嗓子 最怕捅鼻子 每次做核酸之前 我都会发出一个 哈姆雷特式的疑问 捅鼻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我第一次看见 别人被捅鼻子的时候 真的吓坏了 一个那么长的棉签 一下全怼进去了 当时我想 完了 这肯定是捅到脑子里了 这核酸肯定是阴性的了 毕竟连人都不是阳间的了 但人家被捅呢 都没事 咱这边就是说 能一整个给到一个分寸感 其实不管是原地过年也好 还是做核酸也好 对我来说呢 只是小小的不便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真是新的 真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是真的辛苦 在此向他们致敬 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疫情面前不能多做什么 只能跟大家一样积极配合防疫政策 然后在年底呢 给大家讲点段子 提醒大家 这一年再怎么难 也别忘了笑 谢谢大家 我是周其默 谢谢其默 好吧 可见一个冠军对一个天花板的伤害 这么高的技术 居然也开始吃螺丝了 很好 我们下面要上台的朋友 是我们中国的首批航天员 是辈分航天员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呢 都在时刻准备着被召唤 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 叫队友在飞就是我在飞 还是很伟大 很了不起的 还是很伟大 真的很佩服 真的很佩服 希望所有脱口秀演员向人家学习 队友夺冠就是你夺冠 掌声欢迎潘先生 大家好 我是潘战春 我是咱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首批14名航天员之中的一员 跟航天英雄杨立伟是同期的 后来的结果怎么说呢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是我第一次说脱口秀 节目组就问我 讲脱口秀紧张吗 我说我当了20年 近20年的辈分航天员 脱口秀这种小场面 我紧张啥呀 问一下 我说不用上场 他挺好笑的 其实啊 我和杨立伟 翟志刚 我们都是东北人 为什么东北会出这么多航天员 因为从小 家长就教育我们 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咋不上天呢 我们都挺进去了 去当航天员了吗 爸妈继续教育我们 做人脚踏实地 可不能飘啊 只有我挺进去了 我们首批航天员选拔 有一个硬性的标准 很苛刻 就是身高 不能超过一米七二 刚才上场的几位 男脱秀演员 像周其默啊 彭勃啊 忽兰啊 在我们行业啊 海选都过不了 我看也就那个第三季 拿吉他那个大王 他行